美国心理学家马洛斯曾提出,人有着被尊重的需求,而我们也知道,要获得别人的尊重,还需要自己先尊重自己,2000多年前,一个庞大的家族过度消费自己的生命,用匪夷所思的手段实施了一场文明侠耳的不流血政变,揭开历史的阴影,这里是圣历史,欢迎订阅观看。 春秋战国是一个思想开放的时代,这是古今中外人人认可的现实,在谋略文化方面,诸国也纷纷承认东方大国齐国的本事,而在齐国,时时田氏带齐的田氏家族却真正将谋略完的炉火纯青。 齐国田氏始祖,是与齐桓公十四年流落于此的陈国贵族田丸,当时齐桓公对田丸的才华十分欣赏,想要授予他爵位,但田丸婉言谢绝,积履之臣,性若或佑,所获多矣,感辱高位,以肃官诽谤。 因而之后,田丸旨在齐国担任了一个管理百宫的公正一职,但他有度的进退,以及敬重的嗜好,魏田氏在齐国的发展奠定了基调,作为东方大国,齐国长久以来都实力不俗,政治斗争也同样激烈,但在鲁湘公二十五年,齐国全臣催住施杀其庄公。 并与另一全臣庆丸拥立齐景公使,实力上弱的田虚无选择的是果断收拾行装,取他国避乱,然而在国外躲了十七年后,田虚无突然归国,次年,他即联合鸾氏,高氏和豹氏击败左右齐国朝政多年的庆氏,带领家族一举成为齐国豪族,也正是在这场事变中,田氏向世人展现了家族无出其右的谋略才能,事变本是高氏,鸾氏与庆氏的斗争, 但田虚无与儿子田无与一拍即合,决定坐当渔翁,浑水摸鱼,当年十月,田无与甲义受庆氏家主庆丰控制,但设计在维持庆丰对自己的信任后逃回父亲身边。 次月,田氏父子又利用庆氏对自己的信任,使用调虎离山之计化解庆氏的防备,并将庆丰之子斩杀,逼得庆丰出逃他国。 如果说田虚无父子心狠手辣的谋略已经让人叹为官职,那么田启,田长就可以说是为了政治利益而简直不在乎国际民生,伦理道德,鲁定公十三年,晋国发生内乱。 范氏,中行氏向齐国求救,齐国本不想插手别国内乱,但欲为乱的田启以公谋私说服了齐景公,借此将晋国范氏,中行氏便做自己的支持者,鲁埃公五年齐景公去世。 田启又披着伪装挑起国事,高氏与其他氏大幅的矛盾,双方斗得两败俱伤之后,田启扶持公子杨生即位,视为齐道公,鲁埃公十一年,未产出一己,田启还缩使齐景公罚鲁,最终使得齐国与鲁国, 吴国联军对峙,而战场上的将帅,多是田启的政敌,这场发生在爱陵的大战,以齐国的惨败收尾,但对于田启而言,他实际上赚得盆满钵满,因为田氏的政敌高氏,国氏等都在战争中折损了自家子弟,就连齐国王氏也牺牲不少,偌大的齐国,顿时为田氏清理出了许多空位。 而田长,为了维护家族对齐国的控制,甚至还丧心病狂地主动给自己戴起了绿帽子,田长来选齐国中女子,长七尺以上为后宫,后宫以百数,而使宾客社人出入后宫者不禁,说白了,田长就是以自己的妾室来贿赂政客, 并借此将妾室们所生的非田氏子弟培养为田氏的爪牙,不仅对自己吓得去手,田长还曾让家族主动做起亏本买卖,当时齐国已经推行了统一的计量单位,但每逢天灾人祸,粮食匮乏时,田氏就开门做散财童子。 用丝造的大家量将粮食借出,然后用小的公量将粮食收回,虽然从借贷百姓们的角度看,田氏的举动是为民着想的善举,但对于一个有法度有规章的国家而言,田氏完全是在用国家的发展换私利,且田起当年做过的利用国家战争来铲除异己的举措,再后来也多次被田氏后人借鉴,田氏从中捞取了巨大利益,但齐国却为田氏付出了沉重代价, 鲁木公三十年,田和放逐齐康公,并得到周天子认可,从田丸迁入,经历了近三百年的碧鲁蓝旅。 田氏终于在齐国实现了家族的价值,而他们为谋取利益的不择手段,譬如,杨凤因为挑拨离剑,浑水摸鱼,欲擒故纵,行因德,拉一个打一个,通过对外战争减出政敌等,也与他们田氏带齐的成就捆绑,流传至今,以如此代价换来一时光辉, 实在值得人们深思,尽管春秋后期国君是权,清大副掌权是普遍现象,像鲁国有三环,正国有七穆,宋国有六族,魏国有宁氏九氏清族,晋国有十一清族,不过田氏家族与以上个家族还有着本质上的区别。 鲁三环,正七穆,宋六族,魏宁氏解为公族之后,晋国十一清族则是晋国功臣之后,唯独齐国田氏家族是一个既在齐国篱下的外来户,家族,其起点之低,难度之大不用多言,可田氏的成就却是最高,魏寒赵这三家在清族内斗胜出后也只是瓜分晋国,可你看田氏家族,不仅原封不动地接盘了整个齐国,窃国过程也如行云流水般流畅, 也就是毫无违和感,仿若田氏就是原来的统治者一样,足见这个家族不仅深谙权谋之术,为了纠占雀巢还做了充足的准备。 若看田氏家族早期的发展时,发现这个家族在入戚后一直很低调,前三代家主田婉,田孟姨,田孟庄完全默默无闻,似乎田氏家族刻意将自己置身在政治之外,力图明哲保身,然而突然某一天开始,田氏家族一改往日的低调做派, 变得异常活跃,不仅发动了多次政变,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地登上了政治舞台,一个看起来消极于政治的家族,突然急剧转折,又数次将整个家族的前途和命运置于危险境地,前后反差这么大,背后究竟有什么内幕和隐情? 齐国田氏家族的开端,要从公元前672年陈国的一场内乱说起,当时陈宣公想立宠姬之子归款为太子,又以太子御寇与侄子公子丸密谋不轨,于是杀掉了太子御寇,公子丸得到消息后十分惊恐,担心祸及自身,就脱家带口逃亡到了齐国,此后以臣子为田氏,即改为田氏。 这种事情在当时来说屡见不鲜,就连齐国国君齐桓公本人也经历过流亡生涯,许是同样的经历牵动了齐桓公的怜悯之心,又或许是当时的齐国正直用人之计,总之,齐桓公不仅接纳了落难的田丸一家,还非常诚恳地邀请他做清,即高级政要,不过被田丸婉言谢绝,他说,我所得的已经很多了,哪里敢接受这样的高位而很快地招来官员们的指责,齐桓公无奈, 就让他担任了百宫之官,公正,主管工匠营造,一个出身于公室的贵族公子,放着眼前高官厚禄不去享受,反而甘心去做个小官,可见田丸深谙进退之道,此外嫌少有人注意,此举对田氏家族意味着什么,直到后来,言铁论总结说,既以其常位于人,家强而不治,知大而折干,以专具海之父而善于言之利也。 氏族以始众,恩族以续下,是以齐国内贝尔外赴公室碑而田宗强,转古由海者,盖三千城,春秋末期的田氏家族。 以发展成为一个资本雄厚的工商业家族,其权势之强,将性公室也不可比拟了,而公正之官正是这个家族垄断齐国工商业的起点。 不仅如此,陈国的内乱何其多,兄弟子侄争权夺位的案例比比皆是,田丸作为前前任国君陈立公之子,能够在一个士君篡位,腥风血雨的环境中毫发无损。 又在陈宣弓与太子玉寇父子二人争权相残的过程中全身而退,足见其自保能力之强,无怪乎齐桓公想让他空降为清,想来也是看中了田丸的个人能力。 也许就像战国策所言来举好谋,陈菜好诈,田丸绝对是个颇具韬略的人物,不过田丸没在齐国大放异彩就去世了,继其之后的二代家主田孟仪,三代家主田孟庄世纪全无,奇怪的是,到了田氏家族第四代家主田虚吴时,他已是齐国圣刀夫爵位了,圣刀夫虽不是清,却是地位却仅次于清,要知道当时可是是官制,也就是田丸去世后,其后代世袭的也是公正之职, 田虚吴这个爵位怎么来的,哪一年成了圣刀夫,这些问题到今天也弄不清了。 以其子田吴于事件于其灭来一战来看,田虚吴应当早在鲁湘宫六年之前,便已登上齐国政坛,而这一时期,田氏家族的命运出现了一个相当大的转折,齐庄公四年,田吴于率兵乏位,尽取得了胜利,其后,齐庄公心花怒放地将女儿孟江嫁给了田吴于。 田氏家族与江姓公氏就这么有了一丝除君臣关系之外的微妙联系,也许正是借着与公氏联姻,田氏才得以提升政治地位。 地区 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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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